本院時代量黨團臨時提案有鑑於第一核能發電廠核一 第二核能發電廠核二 將於民國107年陸續除疫 必須即將面對高階核廢料之處置問題 且目前儲存於蘭嶼儲存廠之低階核廢料 台灣電力公司原承諾於民國105年 全數簽出然迄今尚未有所作為 為儘速啟動關於核廢料處置之審議討論及公民社會對話 原因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於2016年3月12日遊行提出之訴求 建勤本院邀請民進黨黨團派三名委員 國民黨黨團推派兩名委員 新民黨黨團與時代力量各派一名委員 共同成立跨黨派核廢料處理協商小組 共商核廢料處理規範 公民社會討論 決策程序及其他相關事宜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做如下決議 交朝野黨團協商會議處理 請問院會有異議 不異議我們就通過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謝謝 谢谢大家